东汉末年天下三分 魏蜀无以惧雏形 萧雄曹操时任汉国丞相 歇天子以令诸侯 东吴孙策派使臣来见曹操 但曹操跟其父孙坚同伴 只以孙策为子侄小儿 颇为轻视 将东吴的使臣晾在一旁 只是用他供来的温州蜜干下酒 席间有一道士名佐慈 精通道家神通术 曹操便让其表演 只见那佐慈右手轻轻一挥 箱子中的柑橘就自动 飞到曹操面前 曹操大为惊喜 随手便拿起一个柑橘包开 但谁知包开后里面竟是空的 便愤怒质问佐慈 为何施法射去了果肉 佐慈答曰 怎么会没有果肉呢 于是手一挥 便隔空抓来三个柑橘 信手包开吃了起来 曹操见他刚才吃的柑橘有果肉 便让侍卫去将佐慈桌上的 两个柑橘给自己拿来 谁知包开后 竟还是空的 于是便怒骂佐慈 竟敢戏弄他 佐慈这下才表明来意 竟是想让曹操随他去山中修炼 一劫天下百姓 再受连年征战之苦 但曹操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雄徒霸业 于是佐慈便施法顿走了 曹操派人前去捉拿妖道 但郭峰孝却说 妖道无非是幻术七人罢了 不足为据 而是那东吴史臣的事要先处理 孙策此次派史前来 意在不满现在脸扣将军的职位 想让曹操表请他做大司马 但其手下吴郡太守许贡 早就修书给曹操 说孙策骁勇善战 靠着一杆红鹰霸王枪 战无不胜 颇有当年西楚霸王的风范 现在人称小霸王 让曹操将其招回京师 不可让其始居外镇 以为后患 于是曹操便让孙策的使臣带话 以圣上封他为大司马为借口 引诱他回京 若是孙策不中计 则许给吴郡太守 许贡东吴之主的位子 让其去刺杀孙策 以绝后患 这个许贡当初 一心想取孙策的小姨子小乔 但孙策却把小乔 许配给了周瑜 对此他一直记恨着孙策 这下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 立马就答应了曹操的要求 孙策收到曹操 让其进京的消息后 立马明白了 曹操是想将他除去 于是便联络河北元少 共同去讨伐曹操 许贡听了后 自然不愿孙策成功罚曹 立马便回府上 安排起刺杀孙策的事 并跟手下商讨 好在孙策狩猎的时候出手 第二天 孙策就来到了林中打猎 正好落入许贡的埋伏 但小霸王的名号 可不是白叫的 虽然孙策身中数剑 但仍以一敌时 将前来刺杀他的人 全数击毙 许贡见刺杀不成 便以孙策身受重伤 需要静养为借口 想破坏他与袁绍结盟 但孙策一心抗操 知道此次结盟事关重大 没有上许贡的当 并于城楼设宴 款待袁绍使臣 孙策会见袁绍使臣的宴会上 突然听到大街上一阵喧哗 并有人在叫神贤 便派手下查看何事 原来是于神贤从此路过 并施法救了不少 求他救治的病人 引得人们顶礼膜拜 这才吵到了孙策 但孙策是才傲物 从不相信怪力乱神之事 只认为那于神仙 是迷惑百姓的妖道 便派人前去捉拿回来 并下令要立马斩了他 但席间的官员士兵 大多都听说过 关于于于神仙的神迹 便纷纷向孙策求情 贼心不死的许贡 心生妙计 趁机向孙策提议 现在天气干旱 不如明天让于神仙求雨 要是求不来雨 再下令斩首 也就师出有名了 孙策见这么多人求情 也就勉强同意了许贡 之后许贡立马找到了 于神仙的徒弟 趁机挑拨李箭 让他们去找孙策报仇 但于神仙乃是 左慈的师弟于吉 左慈之前便来找过他 说他近日将受兵劫 并且告知了他避灾之法 并嘱咐了他们的弟子 不得干涉师父渡劫 否则自身也难逃一死 到了第二天 于神仙被绑在柴堆之上 孙策说到五十还不下雨 便将他烧死 只见刚到五十 烈日炎炎的晴天 便下起了瓢泼大雨 于神仙见雨已下足三尺 一声令下雨便停了 现场百姓目睹了此种神迹 纷纷对于神仙膜拜不已 更是引得庶民官员 跪在水中向其膜拜 孙策见此哪里忍得了 再加上许贡在一边挑拨李箭 于是便下令立马斩了于神仙 并下令派人看守他的尸体 失去师父的徒弟们悲痛欲绝 于是许贡又找上了他们 煽动他们去找孙策夺回师父的遗体 于是徒弟们晚上便在许贡的帮助下开始行动了 突然间电闪雷鸣 余神仙的元神将自己被斩首的身体带回洞府中 组装好身体后又活了过来 并告诉徒弟们 徐太守是个阴险狡猾的人 挑拨他们跟孙策 只是为了利用他们 又说自己现在正在消耗自己的元神 还需要再修炼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完全复活 并且叮嘱徒弟们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并于每日子时五时拍三下他的天灵盖 召唤他的元神回体修炼 千万不能误了时辰 孙策得知了余神仙的失手不见了 只认为是手下看守不力 便要将他们杀了 谁知余神仙的元神突然现身 并和孙策打了起来 期间还不停地用法术戏弄孙策 直到五时 徒弟们拍了师父的天灵盖 元神才停止打斗回了本体 而孙策经过这一番苦斗 先前的剑伤复伐晕了过去 许共趁机找借口打发掉了元少的使者 破坏了他们联手伐曹的计划 孙策身受重伤 医生让他好好休息 可余神仙的元神又附身大乔身上 捉弄的孙策彻夜未眠 于是大乔和小乔商量后 请了法师来超度余神仙的鬼魂 谁知许共又找到余神仙的徒弟们 让他们假扮成法师 替师父报仇 大乔小乔劝孙策去法场上上乡 以解余神仙鬼魂相扰之患 但孙策上乡的礼数轻浮 于是余神仙的元神又附在老道长身上 调戏大乔小乔大闹法场 元神还教训了自己不听话的徒弟 又戏弄了孙策一番后才离去 晚上 元神又附身在大乔小乔两姐妹身上 差点让孙策和大乔夫心闹翻 大乔小乔觉得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便商量由小乔回八丘找周瑜来帮忙 小乔回去的路上被不安好心的许共拦下 幸好余神仙的元神帮他解了围 还告诉小乔孙将军再见难逃 让他多找点人来帮忙 许共被余神仙的元神戏弄怀恨在心 便跟孙策说自己查到了余神仙的尸首 并说只要杀了余神仙的徒弟 毁了余神仙的身体便可高枕无忧了 实则暗地里安排了杀手 要在余神仙和孙策两败俱伤的时候 将他们一网打尽 孙策带人来到余神仙的洞府 余神仙的徒弟告诉孙策 是许共想对他下杀手才故意从中挑拨 哪知孙策不仅不听 还将他们全都给杀了 这时元神出现控制着许共向孙策说出了真相 孙策这才醒悟跟太守缠斗在一起 但是眼看紫时快到了 而余神仙的徒弟都被杀死了 元神无法被召回本体 如果元神过了时辰再不回本体 那么余神仙就无法复活了 紧急关头 小乔带着孙权周瑜赶到 于是元神便让小乔帮忙 拍了本体天灵盖三下 最后孙策终于杀了许共 自己却伤重而亡 余神仙也在小乔的帮助下 神功大成死而复生 本剧是由三国故事改编而来的动作玄幻剧 历史中的孙策在26岁时因打猎被刺杀身亡 而编剧《奇思妙想》将三国人物与道家法术相结合 向我们展示了道家神通术的玄妙 与小霸王孙策的神勇 那么对这部剧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原版视频 回味一下经典 品味一下人生 感谢观看